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一人分飾多角 在舞臺劇當中並不罕見 可是一個人演所有的角色 而且一個人要演戲 要唱歌 要跟觀眾互動 自己當導演 還要寫詞曲 甚至還要煮菜 煮的菜還要可以吃 這樣的劇 我確定你應該沒有看過 如果你看過 那你就知道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 美味型男 歡迎 男主角梁允睿 允睿你好 主角你好 其實我剛剛要說 你是男主角 同時也是女主角 男主角今天有來到現場 女主角是 女主角嗎 我等一下有叫他 媽 嗨喲 大家好啦 我是白米廚娘 等一下都是我小孩講話 你們就跟他聊天 我先下去 好 你好 你好 所以你就是這樣子 在舞臺上 一下子演男主角 那個兒子 然後演媽媽 就是剛剛說的女主角 對 這麼特別的劇 你可不可以先跟我們 稍微講一下 他的劇情是什麼 這劇情 他其實講是一個 一個西餐主廚 然後他主持了一個 電視節目 西餐的主廚 對 西餐主廚 然後他主持了一個 電視節目 然後在那個 他主持那個電視節目 收視率非常非常低的 狀態之下 然後他的製作人就要求 他說 他要把他的節目 改成中餐 對他來講說是 我是做西餐的 你怎麼會叫我做中餐 對 然後他就是跟他講說 我有查過 你媽媽是那個 台灣非常有名的中餐名廚 那雖然你媽媽已經 他媽媽過吃了 那想說 那你媽應該有一些 不錯的食譜吧 那把那些食譜拿來 就是抄抄翻一翻 看一看 那你就可以上 上電視做節目的這樣子 然後他就覺得 我不行 我不能這個樣子 但是真的是 到最後他覺得 真的沒辦法 於是他就去把他媽的食譜 拿來 然後就真的要開始要做功課的時候 他媽的靈魂就附到他身上來 對 然後就從那個時候 故事就開始了 對 然後他媽媽就開始 擾亂他的生活 把他生活搞得亂七八糟的這樣子 對 這個作品在之前 一歲節的時候演出 我有個朋友去看過 2012年 對 2012年的時候演出 然後他看完之後就是 又悲又喜的表情 他就跟我說 你一定要去看 然後這個作品 會讓你又哭又笑 對 就是母子之間的感情 然後包括棚內有做菜 包括梁媛瑞一個人在台上演 所有的角色 這麼多很特別的元素 都融合在一個劇當中 然後我想我們先來看一段 女主角的出場 她的自我介紹 好啦 我來自我介紹一下 民國68年 中華民國最佳名廚大賞 是我啦 民國七十三年 英國皇家 異國異廚料理金牌獎 一次 民國88年 東亞真有味金牌 也是我本人 港米 民國88年 日本中華料理 龍德傳人獎 我才希望三幽默大賞 民國九十年 功臣民教 孤單一個人 心肌梗塞 拿在瘦大客廳地板 安詳天然的人 也是我本人 很厲害 我就是那個 你們每個禮拜 打開電視機 都會看到的那個 美味型男 他們老父 就是我本人 你們應該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做中餐 我的小孩要跑去做西餐 我跟他吵了好多次 他就是不聽 其實我們剛剛看到 遠睿身上穿的是襯衫 然後披了一個披肩 他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是沙發上面的 一個布而已 對 在現場擺飾的時候 然後就披在身上 他就變成媽媽了 所以原本那個布 還沒有披上來的時候 你是那個男主角 對對對 是那個名廚 對對對 然後布一披上 就開始媽媽就講話了 就變成是媽媽了 一人分飾多角的難度 在哪裡呢 其實應該是說 我就是我嘛 然後我在台上 如果我要告訴觀眾說 我是另外一個人 其實很難讓人家想 如果做不好的話 是很難讓人家 相信這件事情 對對對 所以那時候就必須要去想說 我要在哪個部分 做改變 對 然後能讓觀眾 一開始就看得出來 我是誰 但是我不想要過分的 去做模仿 或是過分的去做一個 一個老太太的樣子 因為這樣子的話 一方面 戲的節奏也會有影響 然後一方面 這不是我喜歡的表演的感覺 是 對 所以我想說 那我可以去尋找 有哪些物件 可以讓我使用的 對對對 所以我就想到 一個媽媽 也許她會有披肩 對 也許她會戴耳環 或是她會做什麼事情 是 對 然後就讓那個媽媽 有這樣的一個形象出現 對 所以披肩披上了 就代表 好我現在是媽媽講話 然後整個人的表演 從音調 到身體的肢體語言 都不一樣 就是連走路 都是之前 我都因為我住在 那個永和嘛 我就會去符合橋下 看那些阿公阿嬤 他們在那邊跳舞 對 然後我們坐在那邊 然後就去看 那個時候老太太 她走路是怎麼樣 而且會發現 其實不一定老人家 她走路就一定是 沒有力氣的 年紀很大之後 她其實走路是很優雅的 對 或是她走路的時候 是很有精神的 對 所以其實你在舞台上 你不是只是演媽媽 你一開始其實 就我們剛剛說了 那個製作人說 請這個名廚 要換一個竹菜的方式 對對對 所以你也是製作人 對 也是製作人 所有的角色 一個人演 所有的角色 裡面還有一個小朋友 戲裡面的小朋友 然後還有一個說故事的小孩 是 然後還有一些記者 追問媽媽的一些記者這樣子 一個角色這樣子 是 那所以為什麼要這樣子做呢 折磨自己 真的就是 應該講說 在做這齣戲的時候 一方面是因為我自己喜歡唱歌 然後我也喜歡演戲 然後 我也覺得 如果能夠做一個 一齣獨小的戲 然後 試煉自己 就是能夠試煉自己 然後讓自己知道 我現在能夠做些什麼事情 其實我在演這齣戲之前 我每次接的戲 都會是比較是悲劇的 對 然後大家會覺得 我好像在學校的時候 也會覺得 我好像比較適合演悲劇 所以那時候 我在寫這齣戲的時候 我也想要挑戰自己 自己有沒有辦法演個喜劇 對 然後來挑戰自己 的表演 然後在台上的時候 如果能夠有很多角色的話 我該怎麼去做切換 所以一開始我這劇本 寫完之後 因為這個獨白 因為很多獨小戲 幾乎都是獨白 對 但是這個角色 這個劇本 它其實一直是對白 對 然後我拿給我朋友看的時候 我朋友說 這沒辦法演吧 對啊 這到底怎麼演 然後我就想說不行 我一定要把它做出來 對 就是一股氣這樣子 因為我朋友說不可能 然後我就覺得一定可能 然後就想把它做出來這樣子 而且其實我知道這個戲 你自己演所有的角色 你也寫劇本 你也是導演 因為劇場人很窮 所以沒有辦法去找到這麼多人 這是真的考量 當初真的是這樣 這是真的考量 這是想說 剛好一歲節那個時候 他有一個不用交場地費 然後你做戲的時候 壓力不用這麼大 對 然後我就想 那我要做一個小戲 可是如果你真的去找這麼多人 來幫你做這件事情的話 第一個是這麼多人 他必須要這個時間幫你 然後你又沒有錢 可以回饋他們的時候 其實會很對不起大家的 你在排這個戲的時候 排練場的狀況是什麼 排練場 你一個人 很孤單 這是我就是一定會到排練 我有時候會在自己家裡的沙發 那個戲裡面的家具的雛形 就是我家的樣子 因為我就會在家裡排戲 因為那個一個人可以工作 然後到排練場之後 就是我會要求自己 一定要可能從一點 然後就排到五點 或是從六點排到十點 然後在那個時間 我不能離開 我就只能在排練場 然後就是自己稍微這樣子 可能走走走 拿個杯子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好像媽媽會做的動作 我就自己再多重複了幾次之後 然後就會寄下來 然後就開始寫 就寫媽媽照時候她拿杯子 导演筆記 导演筆記 對 然後再看 再來那個什麼 看一下演員他會怎麼做 然後演員在自己做一次 欸 不錯 然後就把它寄下來 然後接下來 在走哪裡 然後再停下來寄下來 所以其實我在排練場 很多時間都是 可能我會 可能唱唱唱唱歌 然後就停下來 覺得這裡不錯 我就寄下來 然後很多時間都是 幾乎都是在寄筆記 對 這是我蠻有趣的一個表演的經驗 就是它大概熟的時間 對 然後我會寫多長的劇本 對 那時候在煮煎蛋 就是那個蔥蛋 然後蓋子打開 滑蛋花糖啦 這樣子不會熟啦 製作單位 麻煩一下